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尤家尔德在音乐节目上的服装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根据媒体报道 引发争议的服装是在7月19号 KBS Music Bank节目中 尤家尔德演唱新曲克拉克逊时的服装 在这次表演中 尤家尔德身穿印有来福卡的滋样的衣服 并在腰间系着疑似急救包的红色包包 成员们穿着红色短裤 而上衣则是陆期的短板上衣 除了穿着短袖T恤的米云外 其他成员们均穿着紧身身体的无袖上衣 该服装的设计 意图可能是为了让人联想到清凉的夏日海滩 但部分网友们表示担忧 认为这是在性化救生员这一职业 而更大的问题是 服装商使用了红狮子标志 韩国大汉红狮子会禁止未经授权使用红狮子标志 并且在两个月前的五月 才展开了红狮子标志保护宣传活动 此外去年他们已经将三种类型的红狮子标志 注册为医药品医疗期限以及医院和药店的商标 以防止未经授权的使用 实际上许多创作作品曾经使用红狮子标志 后来被要求进行修改 像游戏王中的护士相关卡片 Petel Graun中的急救项 而关于Yajid无需可使用红狮子标志 韩国红狮子会表示 Yajid方面没有就红狮子标志使用提出批准请求 我们已向金金公司提出问题 并将要求提交防止再发生的计划 不过由于判断并非故意 将不会处以罚金或罚款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那种服装风格本身没有问题 但因为红狮子标志 红色的加号才引起了争议 看到这个的当下 我就觉得很过分 拜托不要将职业制服信话 啊 我第一次知道不能使用红狮子标志 这样说来应该可能被滥用 所以还是不用比较好 女爱豆们真的很可怜 男爱豆也穿过类似的服装 但每次好像只有女爱豆会被审查 对于Yajid的服装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7月12号 YG娱乐总制作人杨燕森 透过YouTube宣布 推尼文将于10月初 从12月开始展开全球巡演 杨燕森表示 YG首次成功推出的女团就是推尼文 成员们告诉我 她们想举办15周年纪念演唱会 因此我们决定在今年促称 推尼文的演出 除了12月之外 我们已经预定了11月底和12月在大阪和东京的演出场地 我们将继续协调其他附加行程 杨燕森最后表示 这次的演出将会非常特别 和推尼文一起成长 听着他们的音乐长大的一代人 将会一起分享这段回忆 推尼文有着大量的热门歌曲 我们会与所有工作人员一起努力 打造一场成功的演出 因为最近有很多媒体指出 去年虽然YG娱乐与BlackPink 在团体活动方面签订了续约合同 但在个别活动方面 全体成员均为续约 而且BlackPink团体活动计划的不确定性 正在同时拉低股价和业绩 YG娱乐今年第二季度的合并营收 预计将同比下降35.8% 达到1017亿韩元 而同期营业利润 预计将下降98.9% 仅为3亿韩元 所以业界关注 推尼文能否通过这次回归 带动因女团BlackPink的退出 而陷入低迷的YG娱乐的业绩反弹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还记得推尼文被冷落的事情 看来YG现在真的很缺钱 他们被冷落的事情就让人生气 但能再次看到完全体真的很开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收票呢 成员们是自己主动停出并讨论后决定的 说什么YG因为缺钱动机可疑之类的话 真的让人难过 让他们解散的确是错误的 但既然现在重新携手努力 我们应该给予支持和欢迎 哇 对推尼文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知道这次的歌曲制作是不是由Teddy来做 如果是Teddy做的话就好了 啊 是吧 不管谁说什么 我超开心 作为元年Blackjack 我现在在暴风哭泣中 8年终于等到了 希望这次真的能按照计划进行 而除了Teddy1的完全体回归之外 杨阳瑟也预告了明年的计划 明年应该会有非常多的歌手同时活动 会有大家最期待的Blackpink的回归 同时这也是Blackpink开始世界巡演的一年 Baby Monster和Teddy也将开始他们的世界巡演 YUNA的聪明的和康瑟云 在今年12月底退伍 还有UNMEAL Teddy1也将持续全球巡演到明年 还有一个占名为Nest Monster的正在等待中 所以想要向粉丝们介绍这些新朋友 Nest Monster Baby Monster的位置还没稳固 就已经在准备新人了 先好好支持一下Baby Monster吧 7月份就开始它2025年的计划 因为业绩和股价都不好 所以现在再炒话题来防守股价 YUNA在12月退伍并不是你们的计划吧 说点在年初会举办演唱会 或者发行专辑之类的话吧 就算无法实现也要表示一下吧 其实今年他们在那个影片中说到的话都做到了 其中Black Pink Baby Monster和Teddy1的计划是百分之百确定的 YUNA只是说他们回来并没有说马上会有活动 UNMEAL也只是说会在而已 这两组即使没有回归也不奇怪 至于Nest Monster只是说想介绍给大家 并不是一定会推出 在正式公布日期之前 谁也不知道会怎样 不管怎么样 就像希望口问一样 就是一直希望 但是都没有实现 就像一直被口问一样 希望但是痛苦的在等待的那种感觉 真的希望明年能看到这里提到的所有组合的回归 所以对于YJ Yang Yang Sok的2025计划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和Mix黑文壮年而引起热议的日本奶奶斗练习生 想着能像到哪去啊 点进来看了 结果被吓到 不会是黑文失散的弟弟吧 怎么可能有人那么像呢 简直是一软性双胞胎的程度呢 超级像 好可爱 大家知道吗 其实也有和我撞脸的女爱的 只是怕粉丝们不高兴 所以一直没有公布 但是今天就想鼓起勇气 公布一下 大家觉得像吗 大家觉得像吗 比较高兴 每个月的成立 Gamę ones A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